10月7日黎明时分 恐怖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海陆空全方位偷袭 以色列伤望惨重 这个事件对台湾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第一个警示 哈马斯选择了以色列人通常认为他不会挑衅的时刻 中共都可能会在大家都认为他不会攻台的时间点去攻台 哈马斯选择了礼拜六犹太安息日动手 安息日是犹太人的神圣节日 在这个节日犹太家庭通常在家或者去教堂或者跟朋友见面 但在上周六清晨 很多以色列人还在睡觉 哈马斯揭开了恐怖袭击的座幕 中共都可能会随时发动攻台战 甚至可能利用军事演习攻台 关于中共的攻台时间 美国情报界先前认为是2027 最近改成2025 而真正能够说得准的 据专家所说 可能就是中共攻台之前的几个小时 预测中共什么时候攻台 要比预测普京攻打乌克兰困难得多 唯一可以准确预测的是 明年1月台湾大选之前 中共应该不会攻台 因为它既希望于台湾的统派会变天 如果一月大选台湾没有变天 以后几时攻台 不确定性就很高 对中共来说 选择节假日动手都不是不可能 第二个警示 以色列情报系统放松警惕 被哈马斯情报误导 台湾情报系统必须提高警惕 路透社引缓消息人士说 哈马斯成功感让以色列相信 与发动新的战争相比 他们更在意加沙地区的劳工 是不是有跨境工作的机会 以色列情报系统因而相信 哈马斯因为战争而思路兵疲 已经无意愿进行对抗 但实际上哈马斯却在为这一场大规模行动做准备 台湾面对军力强大的中共 更加不可以放松警惕 台湾自负咨询委员 乃伊宗认为 从情报预警的角度 看这次哈马斯的偷襲 以色列情报局事前毫无预警 事发之后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这个对台湾绝对是一大警信 他说过去认定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会出现的迹象 在现在已经不同 台湾应该检讨调整情报的机制 哈马斯能够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显然已经策划很久 突显以色列在事发之前对哈马斯能力的掌握不够 或者是忽视了某些迹象 这些都值得台湾深入研究 第三个警示 以色列政府大意失荆州 被哈马斯制造的不想打仗这个假象所蒙蔽 中共势力在台湾发动的认知战 都可能误渡台湾朝野 自2021年以来 以色列一直寻求为加沙地区提供基本经济稳定 甚至对加沙民众发出几千张工作许可证 让他们到以色列工作 而以色列内部因为对加沙地区的长年封锁而占生疲憊 特别是以色列和几个比较小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 都开始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几乎已经从全球议题中消失 甚至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中东 而台湾是全球受境外虚假消息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中共认知战在台湾的痕迹随处可尋 在某些地方已经取得一些成功 据台湾李友谭教授分析 最近台湾流传的疑美论 就是北京发起的一场企图离间美台关系 让台湾在面对中共侵略的时候 失去国际社会的最大支持 最后放弃抵抗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发现 中共会耐心而系统地培养台湾和美国的商业领袖 学者和媒体人士 有使他们以符合北京的方式 影响当地民选代表和公民 北京会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 随时进行奖励或者惩罚 根据他们的表现提供或者封断商业机会 和官方通道 第四个警示 以色列因为司法改革争议 而陷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分裂 影响了情报部门和国防部门 对恐怖主义的判断和反击 台湾不能因为政党争执 而放松对中共入侵台湾的警惕 据美国优斯敦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雍里中分析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靠激进的右翼政党支持 组成联合政府 因此不得不作出政治妥协 任命无安全背景的极右派领袖 出任国家安全部长 让政治意识形态取代专业 造成对于情报的误判 台湾各政党对两岸关系有不同的期盼 但是不管怎样不同 都不应该放松 或者放弃对中共武统台湾的警惕 以上是微谱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胡瑞南 今天的准备 disclaimer 在镜头上 我们下人来ах 这一会订阅